女人 我想想都觉得不甘心 她的生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虽然她是我的父亲 你若心中对她有怨 跟我说 我怨她 恨她 我被徐夫人韩若雪欺负的时候 她怎么不说她是我父亲 我被人说没娘的时候 她怎么不说是我父亲 我吴家可归流浪接头的时候 她怎么不说是我父亲呢 我没有长得父亲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不救她 如果她被刺死 就怪她 医术不精 刺死 可是太子的毒本来就很难解啊 半军如半虎 她作为太医院的首席太医 应该早就有这些准备了吧 这人命怎么可以这么清剑呢 那就是还想救她 那就是还想救她 我已经找来顾太医 到时候她会帮你一起 研制给太子的解药 谢殿下 给太子研究的解药怎么样了 给太子研究的解药怎么样了 即使再快也赶不上救命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去天坑找毒蛊兽 用她的血来戒毒 这是什么 这是茗香绘制的天坑地图 茗香现在很有可能就在天坑之内 她去天坑了 她发现了在毒蛊经禄里 藏着天坑地图 所以就偷偷跑去了 她也太想当然了 就算有了地图 没有解药 也一样送死啊 天坑有毒宗 能解救太子的毒蛊兽 现在就连茗香 也很有可能在毒宗手里 如此看来 我必须亲自去一趟了 她这次冒险肯定是为了殿下 于公于私 我们都不能不管她 你放心 等我把解药研制好 我跟你去天坑 还有一件事 韩聪安想见你 你怎么会有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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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父亲让我别救他 我不是要救韩从安 我是要救太子 你不用安慰我了 现在这种情况 我不想殿下为了我陷入困境之中 您听我说 天徽第一支派人 秘密监视着秦王府 如今 太子危在旦夕 为了救太子 正好给了我一个理由 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天坑 但是陛下一定会趁机设陷阱 我不想让你再有什么危险了 不要担心 相信我 好吗 嗯 我信你 那我们就去天坑找毒宗 毒蛊兽 救韩家 阿老 是的 都被抓了 韩府的人都被抓了 你爹已盯在两天后五门斩首 王妃娘娘 你可要救救你父亲 殿下 我已经派人查过了 你爹的罪 虽然没有奏折伤那么严重 但也算征迹确凿 死罪难逃 其实 这事我也劝过老爷 让他不要这么做 但是老爷说 朝中大臣送的礼 他不好意思 伯仁家的面子 才收的 这下可好了 陛下要抓他的把柄 可谓是轻而易举 他的错 为什么要连累云衣跟三娘 除了韩聪安这个祸首之外 其他人 我可以从中周旋 保他们平安 谢殿下 殿下 王妃娘娘 你要救救老爷 老爷不能死啊 老爷真的不能死啊 谢夫人不要乱教 韩聪安不是我父亲 王妃娘娘 其实 你真的错怪老爷了 老爷一直最心疼的 就是你 当年 天心夫人 救过太后的命 所以我一直妒忌你 和天心夫人 后来天心夫人死后 太后与韩家 便再没有了联系 你父亲 你父亲 是怕我还一直记着 以前的仇恨 把琴撒到你身上 有机会就会折磨你 所以 所以王妃娘娘 她才会对你不闻不问 怕你折磨我 才对我不闻不问 因为我娘家 还有点势力 你父亲不敢得罪我 她也怕 她对你越好 我越妒忌 而她又要进宫 给贵人们看病 不能一直看护你 所以 她也知道我的个性 她是为了保全你 所以 真的 就这样不敢对你太好 那我脸上的磨创呢 也是她怕你折磨我 对我吓到 那是你父亲 想让你 嫁入一个普通人家 然后再治好你的病 她其实 是想你一世 都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 这一辈子 都不要再卷入政治当中 这 这也是 她一直不想让你 嫁给秦王的原因 胡说 你只是想让我救她 她怎么想的 你怎么知道 王妃娘娘 这是你父亲对着你娘 天心夫人的花相识 自言自语的时候 我偷偷听到她 所以王妃娘娘 你父亲 你父亲心里 就没有放下过天心夫人 她一直心疼的就是你 可是她说我是她的耻辱 让我不要救她 那是她真的不想连累你 你知道 你父亲是个太医 至凭救人就是她的天职 她怎么能够不爱惜生命呢 她这么说这么做 只是不想连累你 不对 我不会相信你的 徐夫人说的都是真的 殿下 你怎么知道 我去牢中探望你父亲的时候 他向我贪不得了 你 你 真的很想嫁给那个秦王 爹知道 爹之前对你太过严厉了 可爹今天跟你说的话 都是为你好啊 因为我看到你 我就想起我往日的耻辱来 所以我现在不需要你救我 我不想欠你任何的恩情 原来是我误会他了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救下太子 将功补过 才能够救下你爹的命 我 你 你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